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蕭州 節目一開始先來關心 今天有哪一些新聞重點 馬菜炒誰種芒果 台灣也要進蒙面 藍批雙標 柯文哲要SOP 蔡總統今天特地到離島馬祖 參加升天的祭祖活動 也特地來報告政績 不過這他上任之後 第二次來到馬祖 因此被當地居民解讀 是為了選舉才來搶票 總統到了離島馬祖 當然得先來拜 拜 媽祖 很虔誠特別來參加當地盛世 媽祖升天祭 總統也和鄉親報告 他的重大政績 今年已經核定的台馬輪 造船的經費11.4億 我們希望能夠照顧媽祖 特別是東營的鄉親 大家也都很期待 我們的媽祖大橋 剛才我們縣長也報告了 我們終於在去年 核定可行性研究 還幫忙宣傳觀光 因此包含交通部長林佳龍 甚至一旁被徵召的民進黨立委 參選人李問 都緊跟總統 想多吸一點支持度 不過總統來媽祖真的很難得 這幾次蔡總統2016年上任後 第二次來到媽祖 但又正逢選舉年 因此被外界這樣解讀 總統是來搶藍的選票嗎 總統沒回應就轉身 但就算特地來 地方上還是有人不領情 需要選票的時候 我來這邊一下 如果平常沒有的話 你就很少來 上次2016年 總統在媽祖只拿下739票 大叔當時國民黨推出的朱立倫 拿下的3000多票 這次想進攻媽祖搶票 恐怕總統還得多來幾次 2020選戰倒數國民黨主席 吳敦毅下達了動員令 邀請22縣市黨部主委 到黨中央開會 但誰來接各地競選總部的主委 傳出中台灣還有德橋 除了南投縣長黎明珍 已經接下主委 財中市長盧秀燕 跟彰化縣長王惠美 都還沒有表態 北台灣的侯友宜也不接任 國民黨立委緩加說 這一些新任的市長拼市政 也是幫韓國瑜拼選票 韓國瑜 鬥順 第二位 選票 選前不到100天 國民黨拼勝選 黨主席吳敦毅下達動員令 22縣市黨部主委 赴黨中央開會 因為黨沒有錢 所以每個縣市黨部 編制都縮小很多 但是仍然打得很漂亮的勝仗 22個縣市能贏得15個縣市 有利國民黨的空前好成績 但吳敦毅人不敢掉以輕心 早早啟動整合 上個禮拜大概就是全部完成嘛 就是桃園大概就是最後一站 所以完成以後 那現在就是整個整合 真的能這麼輕易整合嗎 有撼動選情的中部地區 卻還在搖擺 除了南投縣長林明珍 一口氣接下南投主委位置 台中市長盧秀燕 之前傳出可能不接主委 現在已經鬆動 但希望全新拼市政 可能再找一名執行主委 張華縣長王惠梅也表示 縣政在轉型階段 只表示會配合黨中央 選戰倒數 輔選團隊 卻還沒底定 不僅是台中縣危機 北臺灣新北市長侯友宜 也表示不接任競選主委 但國民黨內部卻不擔心 國民黨選情看掌 從空站晉升到陸站 全力衝政黨票 還要在國會搶下60席 聽BBS新聞 總統大選倒數96天 高雄市長韓國瑜代職參選 儘管在議會施政報告上 強調目前還沒有請假的計畫 但外傳韓國瑜將會在11月訪美 倒數三個月要全力衝刺 民進黨議員陳志忠 還加碼爆料 韓市長會在這個月14號或15號 開始請假 如此一來就會缺席議會的總質詢 對此高雄市的新聞局長 被問到這件事 只說還沒有接到通知 國民黨議員說韓市長 11月份會請假 是不是會影響到市政總質詢 這部分您的回應 我目前沒有接到任何的通知 如果有的話一定會跟議員報告 韓市長要請假三個月衝刺選戰嗎 新聞局長說沒被通知 但市議員陳志忠卻聽到消息 韓國瑜將在10月14號或是15號 開始請假 一直到111大選 將近三個月的期間 11月初訪美7到10天 也就是說10月底登場的總質詢 也會缺席 基本上就是如果請假的話 一定會正式的像不管是議會 或是相關的單位 來做請假的動作 他就好好專心回來上班 專注在市政上面 不然他就把起丟息息 專心去選舉 不要腳踏兩條船 陳志忠批評韓國瑜想腳踏兩條船 最後可能兩頭空 大選不到100天 韓國瑜若真的告假 全力衝刺市政怎麼辦 一天24小時不太容易 這個我自己非常清楚 第一步走錯後來怎麼弄都很難 柯文哲也提起2016年大選 當時的新北市長朱立倫 也請假三個月去選總統 原來朱立倫當初還有62天的年假 可以請 但是韓市長上任未滿一年 可以請的假已經用光 大選得跑全台 還得出國訪僑胞 時間再多也不夠 但市府團隊跟韓國瑜本人 都還沒鬆口證實要請假這件事 TVBS新聞林一邦哀昭嫌李品怡 台北高雄綜合報導 台北市長柯文哲 2022年卸任之後要交辦給誰 郭台銘公開推薦前台東縣長黃建廷 外傳郭台銘想要尋黃珊珊的模式 讓黃建廷先入主台北市政府當副市長 但這樣不就跟柯文哲接班人選黃珊珊競爭了嗎 柯文哲說郭台銘確實有提過黃建廷是一個優秀的人才 自己也說有機會要去拜訪他 認識他 真相只有這樣 前程參拜 柯文哲或許也要祈求接班計畫能順利進行 因為郭台銘也來參議他 公開推薦前台東縣長黃建廷 接班柯文哲選台北市長 郭董在私下聊天有跟我講過說 他是一個優秀的行政人才 我又跟他講說 我查過記錄 他以前在當台東縣長表現不錯 那我又跟郭董講 如果有機會我再跟他去聊聊天 認識這個人 不否認郭台銘有提過黃建廷 柯文哲說可以先認識 難道真的有意延攬 認為黃建廷的台東經驗能複製到台北 也夠格選首都市長嗎 這個怎麼是我們決定的 這個是台北市民決定的 故事就只有這樣而已 後面那個一大堆那個就 那個就什麼 就延伸太多了 直說劇情超展開 傳出郭台銘 其實是想黃建廷先去當柯文哲的副市長 熟悉台北市政 但柯文哲已經找了市議員 黃珊珊接任副手 傳出就是為了培養黃珊珊接班 如果黃建廷也巡黃珊珊模式 不但三位副市長就有兩位要走人 恐怕也打亂柯文哲的接班布局 還有三年不急 我剛剛事件很多事情 我想我們這個國家台灣你知道 就是這樣搞砸的你知道 我每次講說2018我都還沒選連任你知道 每個人就已經在講2020 總統大選要選誰 然後就做一大堆預算 郭台銘不選總統後 對原本的副手黃建廷心懷愧疚 改引建給柯文哲 郭柯合作眼光放遠 卻也顯出2022誰是接班人 雙方沒有共識 TVBS新聞會員徐豐瑜 麗品 SN小組 台北報導 好 周末的時候上演了 在店家螢幕上面看到這個 馬前總統跟郭台銘相擁的畫面 有人有不同的感受 有人覺得馬總統在這過去兩天裡面 非常認真在幫韓國瑜 包括他對上了這個蔡總統 兩個講芒果乾 所以是變成上市對上市 整個2020的格局就馬上不一樣 包括蔡總統本人也親自回應的 另外一個備受矚目的 就是他跟郭台銘擁抱 有些人就說難道你現在國民黨高層 現在還對郭台銘還搞曖昧嗎 可是大家要搞清楚 郭台銘現在已經確定沒有要選了 所以現在的時機跟之前的時機 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如果再拿他們擁抱來做文章 我覺得這可能就是心態上 可能大家每個人想的不一樣 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覺得說 是不是馬總統其實出手了 要去幫忙跟郭台銘這邊緩夾 要跟他修好 所以變成說同一個動作 大家會有非常兩極 很兩極端的這一些看法 但至少我都會從禮拜六 跟禮拜天的脈絡看起來 我不會覺得馬總統對韓國瑜有惡心 我們來看一下 馬總統辦研討會被認為說 為什麼不邀請韓國瑜 認為這個研討會裡面講芒果乾 這麼好的一個政策 這麼好的一個題目 為什麼不邀請韓國瑜來 尤其他這個團隊裡面 還出現了蘇起 趙建民 這些都是韓國瑜 國政顧問團的人 這麼好一個場合 應該把主帥請來 但中平社他就批評說 是不是藍軍內部 還有一些不尋常的狀況 韓國瑜如果也參加的話 應該是行將大大加翻 但是沒有此安排 這個可能就要問當事人 也許他有不同的想法 也有可能是韓國瑜 在這個週末有他自己的行程 就不知道 可是就被有心人士 來見風插針 那11月6號江儀化他舉辦 長峰基金會舉辦了 這個黃建廷的這個說明會 去說他過去的一些政績 黃建廷利用這個場合 就讓馬英九跟郭台銘 不管不僅是同框 還相擁 那當然就有人講說 這有點尷尬 這郭台銘跟韓國瑜現在 郭台銘對韓國瑜 還在指指點點的 可是其實也有可能 另外一方面角度去解讀 馬英九是不是出手 去幫忙做緩夾 這是我剛剛講的 同一個動作會有非常極端的看法 那就來比一下 馬郭關係跟馬韓關係 來比一比 10月6號 郭台銘其實已經退選了 9月15號 當時韓國瑜跟馬英九擁抱 有人說 這個馬英九當時被抱的時候 稍微有點腼腆跟尷尬 可是其實 馬英九跟郭台銘抱的時候 馬英九的頭 不也是隔了一兩個頭嗎 就是馬英九對人家男生抱他 他好像總是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所以他們這個擁抱過程當中 上一次是9月15號 那個活動是大陸的台商秋節聯誼會 10月6號是 江銀化長風基金會 基本上馬英九跟郭台銘 在10月6號這一場 兩個人都是來賓 9月15號 大陸台商秋節聯誼茶會 雖然這個是台商聯誼茶會 但是主角是韓國瑜 最主要是要幫他造勢 所以背景 時間 還有這個當時的關係 其實都不太一樣 所以硬要比說誰比較誰好 這個我覺得有一點見縫插針 應該從大的脈絡跟大的架構來看 不要動不動去去質疑 馬英九是不是對韓國瑜 有不同的想法 那郭台銘有被問到說 是媒體說要報 馬總統又沒拒絕 媒體說馬總統是心甘情願被報嗎 郭台銘說你們自己看 這郭台銘就會拿這個部分 跟媒體有互動 那馬辦在9月29號之前有傳出說 是不是不幫韓國瑜站台 主要是因為他在新北 有被這個所謂虛聲 打斷的這個狀況 所以當時是有講說 如果再出現這種狀況 我們就不要邀請他 可是馬辦在9月29號 非常鄭重的澄清說 沒有這回事情 那韓國瑜進辦 還非常感謝韓國瑜 那郭台銘推黃建廷要接幫柯P 就剛剛我們新聞 其實已經有報導過一些 柯文哲當然否認 他說只有見到說 可能這個黃建廷是一個不錯的人選 那中間就人家秀出來 到底是哪一方在放消息 好像滿容易看得出來 他說郭台銘到這個時候還在講 這個因為前兩天的時候 韓國瑜的夫人 他已經到新北市 還包括基隆 高雄 還非常到處奔波 去幫韓國瑜拉票造勢 郭台銘就意有所指想說 台灣的夫人政治文化 應該要向周美青 小燕姐 小燕姐指的是黃建廷的夫人 要說她像她一樣 這才是根本 你是選馬英九 黃建廷 不是選她們的夫人 被解讀說這句話 好像有點衝著嘉芬姐 可是我覺得這個時候 嘉芬姐出來幫忙佛選 很多人其實是非常感動 因為韓國瑜被困在這個市政 她的夫人一天之內 一下在最北端的基隆 一下在最南端的高雄 隔天週末又15個行程 很多人其實對她不捨也聽她感動 可是在旁邊看的郭台銘 他反而有不同的看法 他覺得夫人應該要像周美青 跟小燕姐那樣 他說黃建廷這麼優秀的人 國民黨還有好幾位 為什麼國民黨不重用 跟好好的發掘 他最近有一些構想 也想無無可批 退休之後 黃建廷夠不夠當台北市長 所以從郭台銘這樣的講話 可以秀出來一點點感覺 就是郭台銘跟柯文哲的合作 其實問題蠻多的 不只在立委的提名 像柯文哲提的人 他就覺得這些人 有些人他沒有資格跟我拍照 那另外一邊連街幫人選 郭台銘都有意見 柯文哲想的是黃珊珊 可是郭董卻要把黃建廷塞給他 所以我覺得兩個人合作 其實還有很大的問題 那吳敦義在今天舉辦的一個 2020二合一大選的事實 因為之前被人家覺得 吳敦義是不是為了要搶不分區 好像有一些很奇怪的安排 那為了破除這一些謠言 外界的質疑 所以他就把全國的22個 縣市黨部的主委 邀請到黨中央來下達這個軍令 要好好的宣布一些事情 吳敦義有講說 總統參選韓國瑜是經過 公平公正公開初選出來的 所以所有人都要挺他 而且他也認為現在 國民黨在立委的選情是看好的 所以他還是主張說 一定要拚到60席 那雙十國慶15個國民黨執政縣市 10月10號會舉辦升旗典禮 非執政的縣市 就由黨部來辦升旗典禮 那國民黨如果不列 吳敦義如果列在不分區裡面 到底要排第一還是排第15 現在孫丹謙在網路上做了一個 民調我們可以看一下 到目前為止 總共8%的人認為他列在第一名 高達92%的人 是認為要列在第15名 可能大部分的集成的想法 不知道是不是網路上 就是真實的狀況 吳敦義可能對不分區的安排 自己要好好的想一想 是因為要取得到最初的 總共8%的 從不回到一段時間 感谢观看